土城統計下來有265億的推量 好像我們在剛剛新北這邊有700多影片 就佔了大概1 3分之1 那其實在永寧站周邊其實也有幾個案子 那他其實供給都相當大 房市經驗大禮包喔 雙北先幫我們看新北市好了 因為新北市有738億 推案量最大 到底他都推案集中在哪些地區呢 新北市他其實很特別 每年幾乎都一樣 都集中在新興的重劃區 所以他有點分布不太均勻 那如果你說新北市看起來案量很大 其實都是重劃區 你在重劃區以外的舊市區 其實也沒看到什麼案子 但是如果從地區的角度來看 他主要集中在哪裡呢 來 觀眾朋友就過來 我們來看到主要集中在土城 土城好多案子喔 緊追在其後的是三重也不少 板橋也有喔 板橋為什麼會有100億呢 據說板橋這次推了一個非常厲害的 豪宅案 這個豪宅每坪都在90坪以上 所以因為它是豪宅啦 所以它總價高 所以它的案量的金額相對就比較高了 所以板橋也有不少 三重也有不少 但是土城是大宗欸 可不可以來講一下土城 我們來問一下理事長 土城 這是最近突然之間夯起來的地區啊 對 其實土城它大概有一個叫做暫緩重劃區 那這個部分呢 什麼 暫緩重劃區 為什麼重劃區的名字叫暫緩呢 它當時其實定 應該是它的名稱 暫緩 名稱是這樣 但是它終於現在要推了 應該是說現在其實大部分的推案量都是在這個 那它真的就叫暫緩重劃區啊 是 它就在暫緩重劃區 它不考慮改名嗎 這個當初可能都市計畫訂定的時候就是叫這個名字 它現在改名叫做馬上半重劃區 什麼暫緩 好像這個重劃區要搞很久次的 好啦 暫緩重劃區 那現在其實土城統計下來有265億的推量 像我們在剛剛新北這邊有700多裡面 在新北山是最多 就佔了大概三分之一 那其實在永寧站周邊其實也有幾個案子 那它其實供給都相當大 可能大概都超過千步這樣子的數字 那五谷呢 其實周邊大概 對 有到千戶這樣子的數字 對 有到千戶這樣子的數字 所以說其實土城在這一次520的推案裡面 其實它相對是比較大的一個推案量 千戶那好像是在大陸才會看到小區 大陸的小區都很大 我們叫做大區還叫小區 我看起來覺得 哇 那個都是上千戶的小區 那台灣很少有上千戶的案子 所以土城這一次有上千戶的案子 哇 那算是造證喔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是早年台灣早智的概念 可能像大陸小區它可能就是在社區內就有自己的機能 包括自己的一些商店啊便利商店等等 這些其實它算是一個比較大的規模的推案 所以說其實這一次是可以關注的一個重點 好 土城在永寧鑽附近呢 有非常大的千戶社區的案子在推 那另外我們注意到板橋已經好久沒有推豪宅了 又再度看到有豪宅開始推出了 豪宅是不是在打炒房條例之後好像冷了一段時間 因為大炒房條裡頭特別有提到一點是 司法人不能購買住宅 這件事據說對豪宅的殺傷力很大喔 所以我們就好久沒有看到推豪宅了 這一次板橋推的豪宅怎麼看呢 市長 這一次板橋推的豪宅呢 其實管記者說的沒有錯 板橋自從新板特區開發寶盒之後 真的很久沒有豪宅案了 已經很久了喔 真的 那這個案子也是在新板特區 對 那為什麼說為什麼這麼久 因為供給量太大了 因為二手屋市場的豪宅供給量太大 所以它過去呢價格都一直拉不太上來 可是到了今年呢出現八十幾萬 甚至成交價快到九十幾萬的一個成交價 好像讓建商覺得信心也回來了 再加上說建商也覺得過去以前的這個新北的板橋 新北的豪宅大部分在板橋或者是永和這一帶 已經很久沒推了 現在推應該是個空窗期 應該是有機會的 所以現在推看就看今年520檔期 能不能賣得動 就看這個板橋的豪宅賣不賣得好 如果賣得好 對 豪宅會注入強心增 好 說到新北 我們剛剛談的是土城 對不對 還有包括板橋的豪宅 三重也可以談一下 三重雖然這一次的金額不是很高 但是三重有一個三萬三千坪的案子 哇 那個三萬三千坪這個很大 那推的竟然都是小坪數 你不要看它基地很大 結果推的都呢十八到三十四坪的 所以理事長 現在好像就是流行那種小宅 而且賣得最好的好像也都是小宅 現在就是坪數比較小的 比如說在鮮色公站有個非常大的案子 據說賣得最好的也是那二十幾坪的案子 所以現在應該是十幾二十坪賣得最好 現在比較流行的 對 其實大概我覺得二十幾坪 大概是現在目前最主流的一個產品 那當然十幾坪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面積過小 我看三重那案子也有推十八坪的 對 十八坪它剛好可能就是室內 可能超過十四坪 那銀行有一些它是可能在十四坪以上的 進行面積 那它才有辦法去承代 比如說八成以上的這樣子的貸款 那目前來講其實大概二十幾坪 那大概比如說以三重為低 那我們可能大概五十萬六十萬的房價 那算起來的整個總價貸呢 它可能在八百萬九百萬這個上下區間內 那其實還是一個可能相對比較好入手的一個價格 那如果說要比較大坪數的 其實有一些案子它也會用一樣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說可能兩戶它還是分戶來賣 但是它可以去把這兩戶來做一個合併戶 對 那這樣子的話相對 所以它到時候是兩個門牌還是一個門牌 比如說我買兩戶 然後我要求建商在 因為預售它是可以變更設計的 那麼在預售的時候我就跟它說我兩戶要打通 那將來它是一個門牌還是兩個門牌 這樣還是兩個門牌 對 還是保留兩個門牌 對 還是保留兩個門牌 那其實也保留了未來 它可能還是可以分戶的一個彈性在 好 因為現在市場最流行的就是小宅了 所以小宅是比較好賣的產品 好 這是在新北市 這是新北市 520推的最多的地區就是在新北 將近八百億 操犯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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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